回家喽 回家喽 小张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小张 这是张阿姨 张阿姨好 真好真乖 张阿姨做菜做得更好吃了 以后你来啊 想吃什么 让张阿姨给你做 好 好 赶紧忙吧 走 去你的房间 快点 这才像个家嘛 一回到家 觉得玩到饭菜的香味 还能看见有人走来走去 爸爸 我好像找到咱们以前 这样的感觉了 真会说话 来了来了 谁 咋是你呀 那屋里坐会儿吧 不坐 就说几句话 咋杀气堂堂呢 是你下手太狠 俺咋下手太狠了 是你逼着我女儿 跟你儿子离婚的 她离了吗 离了 那我们干什么 你还管得着吗 俺管啥了 俺管得着 管她干嘛 你没管 那就是我们家天真 说瞎话了 你没给她打电话 打了 俺打电话是跟她商量 还没管她呀 你那叫商量 你那叫欺负人 你知道吗 你找上门了 你这臭臭八伙的 你干什么你啊 谁欺负谁啊 你欺负我们 咱天天良心啊 你你找人说理去 你找人平命这个理 那你们去你们去 你 我懒得跟你多说 不过我告诉你 今天我既然来到这儿 多说两句也没事了 您说 首先我告诉你 我看不起你 这句话憋在我心里 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说啥 第二我还是看不起你 你敢再说一句 怎么着 我再说你能怎么样 我可不是天真 你想欺负我没门 我还就是那句话呢 我看不起你 愚眉无知可恨 哎呦喂 你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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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不完兵了你 哎呦 你气死我了你 我 你放下 你把这个放下 你敢动手 你动手 我就把他给砸了 你要砸他 我让你赔个情家荡产 赔个地儿朝天 你要咋子来 你来啊 你给我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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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 你给我放开 咱们有什么事啊 他多点睡觉了 他到咱们下来 你怎么回事啊 我今天来是要来通知你们 从今往后 不许再给我女儿天真打电话 骚扰他 他呀 已经要跟他的前夫复婚了 也就是崇崇的亲爸爸 我们家天真可真是个有福气的人哪 崇崇那爸爸可是个特别有能耐的人 人家住的是上千万的大别墅 宝马 宝石节有好几辆的 最重要的是他的父母在国外 从来不上儿女家来麻烦人家 不像有些人 亲家 到时候你就等着吃喜糖吧 那个时候 我让人给你送 一打碗当给你 好 是吗 亲家 我最后一次教你 好了 不多说了 拜拜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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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啊 又我天哪 谁稀罕的 一大罐儿躺这小气的 你怎么知道吧 你说好米不仇价 又破坡的事 来来来来 价价去 真不敢相信这现实 内心深处 我一直把她当我嫂子呢 反正在我系列一边 她永远都是我嫂子 冲冲 别写了 咱们先吃饭吧 快叫爸爸妈妈吃饭 爸爸 叫妈妈吃饭了 吃饭了是吧 是啊 好 我去喊慢慢 进来 吃饭了 等会儿再收吧 我把房租给你 你还当真了 你觉得我会要吗 不是说好了吗 我是你的租客 当然要交房租了 你是诚心让重重失望吧 我还是先当租客吧 妈妈 妈妈 吃饭了 阿姨做的鱼壳好吃了 爱吃就好 妈妈 你要睡这儿啊 对啊 妈妈睡这儿 你为什么不跟爸爸一起睡 姥姥不是说你和爸爸和好了吗 爸爸也这么说 你们是不是还没有真的和好 说什么呢 和好了 已经和好了 和好了就非得睡在一起啊 你这是什么逻辑 以前你们俩 不都是在一起睡的吗 嗯 是 最近呢 爸爸睡觉容易打呼噜 而且打得特别香 怕影响到妈妈睡觉 等妈妈去治一治 治好了之后 再跟妈妈睡在一起 别骗人了 赵叔叔打呼噜 比你想多了 怎么那么多话呀 你不想在家睡什么 那么回姥姥家去 好了好了 不说这些了啊 只要走出第一步 以后就好说了 行了行了 不废话了 下去吃饭去 快 要不然真凉了 走吧 我妈现在最讨厌了 对我厉害得不得了呀 我再也不喜欢她了 那你可以 试着喜欢爸爸呀 对吧 我早就开始喜欢您了 那多好啊 我都替我姐高兴啊 是啊 提前通知你们医生啊 准备理清吧 妈 妈这这这还没说什么 怎么又有理清呢 你这我都吃下去了 是啊妈 我们俩真的是没钱了现在 瞧瞧他们这俩小气鬼 按照成名的规格 每个三五千是不行的 但是呢 话又说回来了 拿多拿少无所谓 人家成名都会记在心里的 啊 在你需要别人的时候 人家从来都没小气过 你们自己想想 就是 哎 敬礼而为啊 行 哎 妈 你这么一说 我好像明白了 天吴 打今天开始 三个月没肉吃了 筋肉啊 我要给姐姐准备一份 封号的饼器 那在想什么 吃几碗 你也吃一碗啊 嗯 我最近 过得非常不好 我很后悔 我后悔为什么要给你离婚 别忘回看 忘前看吧 接受现实吧 我做不到 你做得到吗 我做得到 快回去吧 反正我已经决定跟他复婚了 你不要再来找我 这样对我们两个人都不好 他知道了会不高兴的 你开始关心他的感受了 那当然 因为我们要复婚了嘛 再说了 我跟你已经离婚了 我们俩不要再纠缠不休了 你走吧 太晚了 我要上去睡觉了 你走 杨静真 我们俩还能不能破镜重圆 以后别再来了好吗 你走吧 我看着你走 你先走啊 你走了 我再走 我再走 只要我们两个人团结紧紧的 你看我妈能怎么定 以后别来我公司找我了 还没睡呢 虫虫没把牛奶给喝了 我帮她喝了 喝点酒吧 给 我喝牛奶我就不喝酒了 喝点吧 时候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啊 我先上去了 啊 啊 拉我 老婆你辛苦了 老婆老婆 再坚持一下 咱老头的就有后了 你别打半夜了 你都不懂事 讨厌不见 找你的老婆 干八蛋 臭的臭的臭的 你妈妈的 哎呦妈 这几点了 有没有时间观念啊 好啊 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怎么了 可病倒了 你等会穿衣服 好 哎呀 还烧不烧了 你怎么这么疼人 难受吧 孩子 烧这么厉害啊 哎呀 哎呀 哎呀他们怎么还不来呀 爸 妈 怎么了 哎呀 哎呀 孩子怎么样 您不可来了 简直是 你哥发狗烧了他 不是妈 赶快上医院打120 叫救护车啊 你这怎么妈 别忘了 赶紧打 赶紧打 怎么突然就成这样了呢 哎呀 就天真妈和你们走了以后 她回来了 她挺痛苦地干涉我了 说以后别再管她的事了 然后呢 然后她自己又上房间里来了 晚饭也没下来吃 看她没吃啊也没吃 她就出去溜了一会儿弯 回来以后没冻架 因为她出去了 没想到一起无人的 行行行行 别哭了 别嚎了 你不是让邻居听见的 你哥 你哥没事吧 我哪知道啊 你就坐吧你 我告诉你这心情不好 就容易病 你回头你这孙子没老着 把你儿子折腾没了 后悔你都来不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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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解释啊 你说话 解释 你说话 孩子 哥 哥 你说句话啊 哥 哥 解释 护士 我哥到底能不能治好啊 你这么大的医院 能不能给我个准线啊 你哥没什么大问题 再观察几天吧 没问题 那没问题我哥 为什么到现在都还不醒啊 各项检查都做了 确实没什么大问题 您别太担心了 别着急 别着急 护士 我哥他是个大好人 求求你 一定要救救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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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哥 你到底在我呢 哥 哥 你不能吓我 哥 别吓我 哥 等我死了你再哭 哥 哥 你醒了 会心 会心 哥 哥 哥 妈跟小敏都陪了你一晚上了 妈说你起来之后 可能喜欢吃点清淡 妈回去给你坐去了 小敏说把店里的事好好交代一下 小敏说把店里的事好好交代一下 马上就过来看你 哥 你得坚持住 咱这家不能没有你 谢谢 哎呀 你放了我儿子啊 你也是大妈的人 我求你你饶了他 你饶了他 你让我们家好好过日子行 你饶了他 你饶了他 你让我们家好好过日子行 大妹子啊 我好不容易把你一把十一把两的拉着大 你这怎么能气我 你气死我 妈妈妈你别哭了你干嘛呀 她不行 她怎么不行 她就是不行 她哪儿不行 她就不行 妈妈 您要对我有处 我没跟你说话 在我家跟你说话 妈妈妈妈 你这是干什么这次 妈 谁是你妈呀 谁同意你三家来二媳妇的 今天有半年总 我就不时间请 妈妈妈妈妈妈你干什么 你千万别后悔 哎呦 你在干什么儿子 你 呦 你干 干什么 你不是让我离婚吗 没 我死下 你干什么小三 你干干什么你 你说我干什么 你能跳舞我也会跳舞 我先进去跳 你要妈妈的命啊 你怎么回事 不带这么没脸带皮 好不好啊 人家提出要跟你离婚的 你干什么这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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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儿子 媳妇给我倒杯水喝 哎呀 你瞧瞧 这有媳妇就是好啊 有媳妇就是好啊 咱夫妻俩 今天晚上好好捞捞看 好媳妇 媳妇 你能不能往前看呢 不往前看 我也得脚底走稳呢 你不往前看 你怎么能走稳呢 我已经走到悬崖边了 我再往前看我就掉下去了 你看你在这儿吧 什么我都在听你的 你说离婚吧 我离了 你说你吧 一会儿给我接受这个 一会儿给我接受那个 谁受得了啊 我想一个人请一请 如果我这点权力 你都给我剥夺的话 我回来还有什么意思 谢谢你 看我 跟我来 嗯 嗯 嗯 儿子啊 谁都没有妈妈会熬粥 熬得黏哪 来 哎 人得吃饭 不知咋行呢 啊 来 好好休息 听话 好儿子啊 怎么样 烧退了吧 哎呀大夫 儿烧是退了 他咋不说话 你赶紧赶看看 急死了 他的情况不严重 你不用担心 退了烧就没事了 没事啊 没事 好好休息吧 大夫真的没事啊 真的没事 放心吧 哦 哦 儿子啊 那一下吃啥 妈妈会给你重新做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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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医生都说你没啥事了 妈妈也就不守着你了 你好好养着 这 有胡子和小米照顾你 安放心 妈妈走了 走啦 走了 哎 走 走 儿子 妈妈回去了 本想好好照顾你 没想到来这么长时间 跟你闹腾得 也没过上今天好意思 斗司妈妈不好 妈妈也不愿意这样 这心里 可难过了 孩子啊 妈妈走后 一日三餐 没人照眼 自己多操点心 千万别游一顿每一顿的 俺知道啊 祝福这些斗司躲鱼了 儿大不由娘啊 孩子 妈妈想让你知道 你们兄妹俩 就是妈妈的命啊 小时候你们俩吃了那么多的苦 现在长大了 妈妈最想看到的就是你们称家立业 过得幸福快乐呀孩子 儿子 啊 你这些人都要给你啊 传宗接代这件事儿 妈妈一直想不通 不知道咱俩是虽对虽错 不 你再想想 妈妈回去也再好好想想 妈妈只要你记住 妈妈做的一切都是爱你们的呀 你们过得幸福 妈妈就快乐呀 妈妈就快乐呀 就这样的儿子 不说了 妈妈走了 想妈妈的时候就回去看看 到时候啊 妈妈给你们做好吃的啊 最爱你们的 妈 妈 小米啊 就是住院是吧 好好好 我现在就过来 你在那儿等着我啊 好的好的 一会儿见 杨姐杨姐 周总人去她办公室一趟 嗯 我有个客户住院里要李陪 我一会儿回来 回来找她啊 你给我解释一下啊 小米 哎 小米 嫂子 你个什么情况了 急性肠胃炎发高收 什么时候的事啊 前天晚上就住过来了 你还跟我说 在你这儿上了个保险 住院能给补贴 要不然我都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了 我这不一看我一天能补二百多块呢 给我给我给我 保险这事你尽管放心 交给我了 他现在怎么样 好些了吗 要不你看看他 行看看吧 现在谁在照顾你哥呢 没人 那妈呢 我说你妈呢 回老家了 什么回去的 昨天 那现在正需要照顾人的 他怎么回去了呢 哎 哎 一言难尽 你不是跟崇崇她爸要那什么了吗 我哥一听就受不了了 就直接就躺下了 我妈 跟她他们俩现在在我家里都不说话 我哥心里还是怨他 他自个儿也知道这次确实是有点过分了 所以就回老家了 不是 撒子 你真的要跟崇崇她爸扶婚啊 这婚姻大事 你要不然还是得慎重慎重 再考虑考虑吧 先上去看看她吧 先上去看看她吧 哎 怎么 怎么了 怎么 怎么了 来来来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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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舒服啊 我也不知道 我都好几天了 来来来 喝口水 喝口水 怎么了这几天 不舒服几天了 我都好几天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没事 我一到店里就恶心 那这几天吃坏什么东西了 哪儿啊 我妈还走了 我哥病了 还吃坏 我都没东西吃 我想着要不然一会儿我也挂个号得了 回头把我再熬趴去 我倒觉得啊 你应该到旁边那个家园医院去看看 做个检查 你觉得我这儿怀孕了啊 我 怀孕是这反应吗 我看着像 真的假的 嫂子 真的 我之前也诈服 我这不会是真的吧 那检查检查啊 那 哎 嫂子 一会儿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反正我哥现在一直半会儿也死不了 快 快 快 嫂子嫂子 走走走走走 你慢点 慢点 慢点 我就是想做痛苦还是吗 天啊 天啊 看着像我看着像 哇塞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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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高跟鞋呢 慢点 小米啊 恭喜你 要送妈妈了 太好了 小米 太好了 小米 看看吧 祝贺你啊 太好了 太好了 太不容易了 男人 太不容易了 嫂子太不容易了 我要有孩子了 赶不上了 是高兴的事啊 太激动了 太不容易了 好的好的 高兴啊 不难过 高兴啊 快点喝 对她儿不好 笑一下 笑一下 小米 你这至于吗 没说怀孕的时候 你不挺生了活虎的 那 我现在依人回家 你这行吗 没问题吧 孩子还小着 就那么一点 没问题 要不然 你回去赶快把这个事 告诉虎子 我去看你哥去 别呀 那我路上万一要有个 三长两短的 我这饱饱 嫂子你给虎子打个电话呗 我知道你什么小心思 行 我给虎子打个电话 虎子 你在哪儿呢 别做饭了 赶快到家园医院来一趟 是小米 小米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赶快过来啊 别耽误啊 快点 不许他吓得够呛 你待会儿可以再装一会儿啊 那我在后花园等他 好 我去看看你哥去 我送你到花园去坐会儿 慢点慢点慢点 你回家之后啊 耽误至极 就不能再穿高高鞋了 对对对 你 小伙子 你这是怎么了 一天愁悲哭脸的 有什么事跟大叔我说说 他即便得了癌症 一个问题不大嘛 现在癌症你看好多都治好了嘛 小伙子别着急 你到底得什么病 跟大叔好好说说 小伙子 相思病 相思病啊 这病大叔可解释不了 好好想养着啊 没关系啊 想开点啊 大叔啊 我求求你了 你别烦我好不好 别烦我了行不 不是说自己撞得像头牛吗 怎么病倒了呢 我就是想看一看 那保险合不合适 当然好适了 我又不会骗你 一天两百吗 对啊 一分都不会少啊 住多少天算多少天 只要在你的范围之内 想想真有意思 当初卖这个保险呢 我是为了帮你 没想到 我自个儿到收益了 那你这是好人有好报呀 对吧 那你这是好人有好报呀 这个小米也是说好来怎么也不来了 她一时半会不会过来了 有个好消息 小米怀孕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刚才啊碰见她了 刚一见面她就不舒服 我感觉哪儿就不对劲 我带她去检查 果然是怀上了 把她给激动的 不过我挺为她高兴的 是啊是啊 你说这两口子要孩子吧 要了那么多年 是啊 那个 胡胡胡子知道吗 现在应该还不知道 小米准备给她一个惊喜呢 是该给个惊喜啊 是该给个惊喜 哎呦哎 要说小米千万别生了 你说外甥随旧 生儿子这样的像猴子 都不回咯 那要姑娘像爸 像猴子啊 行啊 你看猴子长得多想拉笔小心 你看你精神还不错啊 还行嘛 老爸 老爸 不是 老爸 怎么着了 出什么事了 别告诉我说 你哥想不开跳楼了 那太没出去了 跟我学有点男人样行不行 你这话要让我妈听见 你老太太被撕你嘴 不是 那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猜 哎呦那店里还一堆事忙 你就别卖光头行吗 你看 电话是嫂子给的 是我哥哥嫂子又和好了 再猜 不许是妈又回来了吗 那你有点创意行不行 不是那我猜不着啊 傻子 不是 这样也没有来说 就跟你说了家里面 店里面一堆事的 你这不倒乐吗 你不是我走了 你耍横是吧 不是 郑小米 你是不是又分不清大小王了啊 我问你 咱家谁老大呀 我 我 我老大 好虎子 你这好日子打劲儿起 就到头了 郑小米同志 我告诉你 你今天有点嚣张啊你啊 看看呗 什么呀 这不就是阳性加号吗 什么意思啊 遗 Alg Whole 这哪儿啊 你屬于自己兵费不好的 谁跟你开玩笑了 真的 我也要当爹了是吧 我也有儿子了是吧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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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厌 老婆 老婆 你上来 站上来 站好了啊 罗天爷 你给我听好了 郑向米 她是我老婆 从今天起 她就是我们家独一无二的老大了 从今以后她就是我们家天 她想上房接娃 我就让她上房接娃 她愿意飞扬八户 她爱怎么飞扬八户 她就怎么飞扬八户 我 她虎子 要是要是有半女子女的话 就让大嘴半子瞅我 听清楚了吗 像我们家小米 这么优秀的一个女人 人家愿意把这一辈子 都托付给你 所以我作为一个男人 那就得吃饭 两个女人在一起 其实挺不容易的 两人在一起其实挺不容易的 我愿意 我愿意拉着她的手 一起去找幸福 你不是说你在我里面吗 我骗了 骗了 老婆 我爱你 老公 你傻呀 给妈打电话吧 让妈高兴高兴 不行 老婆 我好像在抱一会儿 老婆我爱你 我特别爱你 我特别爱你